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面我介绍一下我为什么选择unbarren 不去选择corridor的manage 比如说cdh5等等 或者选择官方的apache这个版本 首先官方的apache版本直接去部署 在生产环境中是没有必要的 首先它的复杂度来说 对于新手是长篷比较高 如果你的配置不对 或者在生产环境下会出现很多问题 很难去维护 当然高手可以选择 那这里我就简单介绍一下anbarren 它的优势 首先anbarren它是hotworks这个公司开发的 它呢是包含官方的apache里面的一个hadoop的最新版本 前面说到anbarren2.0.1 那它就是一个集成了hadoop生态系统 以及spark stone所有的工具的一个管理的工具 它与这个corridor的根本在于 corridor呢有这个免费版还有企业版 那这个企业版呢是只有适用期 就是说你可以适用 适用以后呢是要收费的 从这个费用上来说 那占优势的呢还是anbarren anbarren呢它的原生还是apache下面的hadoop 那目前在中国流行的hadoop还有这个本身 还有它这个cdh系列的当然还有这个hotworks 在我了解的情况是国内很多厂商用的还是cdh anbarren用的相对少一点 也或许是因为anbarren的出现可能晚一些 首先anbarren呢是基于web的一个工具 它用于配置管理和监控 监控什么呢 hadoop生态圈包括这个mapreducer hive,hbase,stoolkeeper,woods,pig,scoop 还有一些极穷的这个预表盘 还有这个htfs的一些使用情况 节点等等 还有这个appreduce的这个程序的计算过程 还有这个害物的一些能力 那界面上来看呢是非常友好的 就是说我们通过界面呢就能看到这个程序有没有问题 服务器是否正常 那它集成了目前主流的大数据批处理 还有实时计算和流逝计算框架 比如说这个它集成了hadoop2.6 那最新版本中呢 embarry2.0.1 集成了hadoop最新版本的2.7.1 那里面包含有yam 还有ha 那就是高可用性 那还有hive hbase,spark,kafuka,flume,scoop,lookkeeper,woods 都进行了集成 还有著名的storm 它有这个监控 也有web UI的一些支持 线性扩展 就是说你通过这个web界面 就可以将集穷扩大 添加节点 删入节点等等 还有启动服务 停止服务等等 那为什么还要继续声明一下 我们会选择hotworks的embarry呢 首先hotworks呢 它是原来的雅虎团队24名工程师组成的 成立于2011年 由于是这个原班人嘛 所以他们的hotworks经验的话 和其他任何组织都是多 那他们的hotworks的 从这个增强方面 核心方面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并且它是开源的 这一点已经超越了同类的其他产品 还有就是 它这个hotworks呢 在今年2015年 它已经成功上市了 它也是一个上市公司 在写这个文档的时候呢 它还没有上市 但是等我写完以后 我看一些报道 发现它已经上市了 hotworks呢 为这个 alpa奇做了很多的贡献 并且它也开源了它的embarry 它在这个hotworks的代码库 做了非常大的贡献 也提交了很多的代码 就说你使用embarry 是不需要向它交付一分钱的 一切都是免费的 开源的 以上截图呢 并不是我翻译过来的 而是官网版杉 就是这样子 它是支持中文版的 这是它的访问地址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过呢 它的帮助文档是英文的 这都没有关系 对于一个程序员来说 英文是一个比较基础的活 即使你学的一般 但是也需要看懂一些 基本的东西 这是它的一个帮助文档 当时的版本呢 是2.2 那我最新安装的这个呢 是2.3 是hotworks的最新版本 那看一下官方的一个截图 看当时的2.2呢 帮拿了这些技术 hadoop 当时是2.6 pig iall hgase 还有这种搜索 还有justdown spark 还有 soul 还有这种搜索功能 还有tize 这个是基于一个油项五环图 进行优化的一个hado 还有一些监控的一些东西 还有卡夫卡 scoop flume 还有其他的一些 辅助的一些生态圈工具 屋子 kip 等等 从它的各个版本中的这个变化 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实它就是集成了当今热门的一些技术 并取而代之 比如说有些技术它从来没有集成过 比如说spark 原来是没有的 那它在下一个版本中集成进来了 那还有这个stom 它的版本一升级以后 那它也在下一个版本中进行了更新 这也能看到 它一直在更新 这一点来说呢 是非常好的 并且它的官方文档中提供这种 在线更新这种操作 比如说原来没有这个 这个 软狗这个工具 那后来它就添加进来了 所以还有这个卡夫卡原来是不支持的 到现在也支持了 好 这么多组件综合在一起 真是非常的了不起 它强大之处呢 就在于这个可视化 还有这个方便维护 通过外博呢 就能访问 可以看到整个集群的情况 包括网络 内存 磁盘 CPU利用率等等 那这个版本呢 是Hadoop的2.1 那这地方说的是Hotworks的Hadoop的2.1版本 它这个呢 是一个发行版的这种东西 这并不是Hadoop的一个版本 是Hotworks的软件的版本 最新的呢 实际上是2.3 我也解释过了 那它有更多丰富的这个图表 支持多个组件 比如说支持了Spark 对吧 还有这个计算更为高效 这是它的一个界面 这个呢 是当时我在新浪的时候 然后一个小的一个集群 当时有10个节点 运行26天 这是我在这边 按了一个2.3的版本 就是最新版本 然后是360用了四台机器搭建的 舞台机器 这是Datano的是四台 但是实际上是舞台 还有一个主节点 那这个是 继承了Spark、Stone 生态圈几乎所有的组件 这是刚搭建不久以后截的图 只运行26分钟 那这个是当时在新浪的时候 然后的一个集群的情况 这地方当时的机器是用于新浪的微米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在线手动的重启 就是说有些时候集群挂了 或者出问题了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重启 都是在线完成的 这地方有启动 还有停止 启动所有 还有启动一些not managed的 还有高可用 这里说的就是曾经的备份节点 就是说备备 对吧 就是又扯到备备了 你的备份节点 比如主节点挂了以后 备份节点可以自动的去切换 自动当机的时候呢 自动切换估掌 这将就实现了HA 那这个呢 我在项目中也是自己亲手测试过 没有问题 当你提交一个照顾的时候 正在运行 这个时候 你故意呢 把这个主节点挂掉 手动的关闭 那这个时候呢 就做了一个切换 看一下之前 手动的切换 看一下 这两个呢 都是运行的 就是说是 这是一个主节点 这是一个备份节点 也在运行 好 当我们实现HA的时候 就是说高可用的时候 如果说主节点挂了 然后他自动呢 就会将这个备份节点 并为一个主节点 也就是说 他们的这个身份呢 就互换了 他充气以后呢 就会变为一个备份节点 他就成为备备了 对吧 所以 备备总是相互的 是吧 也是可以互换的 你备他 他也可以备你 是不是 是不是很多人也中枪了 那这地方呢 还可以动态的增加服务 什么意思呢 就说是 有些时候我们集群中 没有安装这个HBase 对吧 我们可以在这增加一个HBase 还有参数的可数化修改 之前呢 我们的参数呢 都是通过这个VIM编辑器进行修改 那在MBI中 我们修改一下参数呢 只需要在界面上修改 保存即可 还有在线EUI中增加这个节点 也一切都是可视化 这里把你的主机名列表写上了一行一个 说了这么多 出了问题怎么办呢 在实际工作中 很少出问题 但是也会有出问题情况 那么他支持这个 各种指标的报警 邮件通知 那运的组件是这一个 还有这一个收集亮标 它也有一个缺点 MBI的缺点是什么呢 那它的集成度很高 我们没法去定制的修改 集成了很多组件 多种组件之间的 有存在这种依赖关系 所以出问题不好排查 不过 前期如果做好这种HA 就是高可用的配置 应该会比较稳定 之前我们的那10个节点 一直在运行 目前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我已经安装好了 这个最新版本 当时安装的是2.2 后来我也安装了一个2.3 所以讲这种文档 也更新了一下 那这个呢 是Hotworks下面的中文版 就是说它有中文页面 不完全中文的 这一方就是我推荐给大家的 虚拟机 一键安装HADOPU的生态圈 就MBI的2.3版本